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到了西安的索罗巷 有关索罗巷,它还有一段历史 唐朝的时候,兴庆宫的占地面积是130万平方米 现在的兴庆公园面积是50万平方米 也就是当时的兴庆宫比现在的兴庆公园要大将近两倍 索罗巷在当时就在兴庆宫的宫内 唐朝天宝初年,安息道进县索罗芝 索罗芝可以发出一种浓郁的香味 唐朝天宗非常的喜欢 于是就在兴庆宫专门开辟索罗园,种植索罗树 索罗逐渐演化成今天的索罗 索罗巷因此得名 索罗是一种热带植物,主要生产在印度和东南亚一带 它的身材高大,可以长30多米 气味分芳,质地坚固,可以做香料,也可以用来做家具建材 但是索罗树在北方露天环境下是无法存活的 那么兴庆宫里又怎么可能有索罗园呢 有关索罗园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当时修建了温室 其实现在的西安大祠恩寺里就有一棵索罗树 它是经过多年培育移植成功的 至于当时有没有这种技术,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种解释就是当时的索罗树指的是七叶树 因为两种树外形相似,容易被混淆 七叶树和索罗树都是佛树,在寺庙里比较常见 七叶树它可以在北方种植,并且可以过冬 在北方也被称为索罗树 前面这棵树我看着就特别像七叶树 我数罗树,它好多都是长了七片叶子 看是不是七片叶子 1234567,1234567,好多,也不是全部 而且它这个树上结的果子干了之后 特别像菩提子 看是不是很像 皱皱巴巴的 这个就是树上掉下来的 皱巴巴的,看像不像菩提子 索罗像分东西索罗像和南北索罗像 我们现在是在东西的索罗像 它成一个T字形 明朝的时候叫索罗像 清朝的时候叫沙罗像 到民国的时候才改叫索罗像 东西索罗像中段位置 有一条向北的巷子就是南北索罗像 现在叫万庆巷 是07年民政部门改的 但是本地的老住户还是习惯把它叫索罗像 南北索罗像向北一直通往常乐坊 这里是东西索罗像西边的尽头 前面是更新像 更新像又连着三条巷子 分别是中和像 面王像和管家像 这几个巷子都是明清时候形成的 咱们过去看一下 这里是中和像 中和像 再往前是面王像 这个巷子要稍微窄一点 被小区占了一部分 管家像已经找不到了 听本地一位大爷说 已经被拆掉好多年了 可能就是被面王像前面的小区给压上了 清朝的时候这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流 川抽果断中和像 做官为患面和像 小葱卖菜管家像 拉屎尿尿索罗像 它体现了当时的贫富差异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再见